冷脆酸奶配料表就是无糖酸奶 加之前糖醇后加各种的果泥 这是他们家重新调过后的味道哦 三个酸一点的三个甜一点的 就让他们综合的这种刚刚好 酸奶嚼着吃哈密瓜的 哈密瓜的会甜一些 基本上综合下来是那种五分酸五分甜的感觉了 第二个颜色是葡萄的 这个是芒果的 下面这个是黄桃燕麦 哦对 他们家这个价格调整了 之前五十六块九 现在是四十九块九 直接减了七 很合适哦 没有吃过的可以尝一下 你闻到的话 没有任何的那种不好闻的味道 纯纯的奶香 他们家这个是纯生牛乳发酵的 奶香浓郁酸甜丝滑 酸奶嚼着吃 口感非常好 这是红辛巴勒 我最喜欢的味道 巴勒 饱腹感也很强 关键它很健康 没事就想瓦上两勺吃吃 最后一个黄色的是百香果的 颜色看起来不是很鲜艳 但是它是综合了很多人的口感之后 就定了这六个口味 如果咱喜欢吃这六种水果的话 你可以尝试一下 看百香果的里面还有百香果籽 保质期的话冷藏15天 你吃不完 还给它盖上 放冰箱里面 给它冷藏 下次想吃的时候 拿出来挖上几口 吃起来可美了 谢谢大家